为了确保供水辖区全区供水作业能够顺利运作 台湾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区管理处 9月9号上午办理110年度物资经济动员准备演习 集水动员演练 那我们这个不管十元演练 也是非常的务实到位 那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居住前面的马路 大行车往来还蛮频繁的 那各位不仅演练很流畅 那其实交通的部分也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那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看到各位的准备工作真的做得非常的充分 那我们也看到我们处长 刚刚真的是在大太阳底下从头到尾 真的非常的辛苦 那也感到很敬佩 好像刚刚在想学人民中有看到 似乎约莫有一些年轻人 那会很期待就是这个很好的传统 希望我们的年轻人也能陆续的投入 让我们这个传承或人力上不会间断 这项演练模拟强烈台风清洗前 因为电力不稳 造成该处的办公大楼火灾 供水辖区因台风清洗 送水管线破裂 电力中断 局部地区无水 另外同时还发生子通安全事件的综合性灾害 地区区管理处李文峰处长表示 该处模拟各种可能危害状况 办理演练 期望相关人员能够在灾害发生的时候 熟悉各项状况 发挥团队合作的精神 迅速应变 采取最适当的措施 将供水影响范围 以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台东所在综合报导